我们今天的信息是《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 是诗篇十六篇拿出来的 就是说我们所有好的东西 全部都是从神而来的 大家在这个图里可以看到 首先就是神很爱我们 接纳我们做祂的儿女 当我们信靠耶稣做我们救主的时候 我们就是神的儿女 祂又给我们喜乐平安 又供应我们 神又陪伴我们和我们一起 祝福我们提升我们的生命 又带领我们 然后提升我们生命去一个很高的层次 就是神在每一方面 其实除了这些图显示 我们生命里面每一样东西 包括我们的身体的各部分 我们的功能 我们有的朋友 家庭 教会 我们看到的花草树木 太阳 雨水 泥土 食物 这些都是神的恩典来的 所有这些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 我们就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些封城的恩典 我们今天的信息帮助大家 去感激神 并且怎样能够领受神更多的好处在我们身上 我们首先读一读诗篇十六篇 神啊求祢保佑我 因为我投靠祢 我的心啊 祢曾对耶和华说 祢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祢以外 轮到世上的圣民 我们又美 他们又美又善 是我最喜悦的 以别臣代替耶和华的 他们的仇苦必加争 他们所敲定的血 我不献上 我嘴唇也不提别臣的名号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杯中的坟 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用城 量给我的地界 坐落在皆美之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我必清重那指教我的耶和华 我的心墙在夜间也警戒我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致遥动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 撇在阴间 也不叫你的圣者见鸟坏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有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好了 那我们首先看看第二节 和第五节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杯中的坟 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那我们今天主题的信息就是说 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 所有的一切的好处都是从神而来的 是没有其他的来源的 那有些人说 不是啊 我父母给我很多东西 那我们父母给我们的都是从神而来的 我父母也是领受神的恩典 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所领受所有的好处 就算那些不信耶稣的人 他们领受的好处都全部从神而来的 因为我们的生命从神而来 我们的食物从神而来 这个环境从神而来 我们所有机会从神而来 这个世界所有的经济财富都是从神而来的 所以其实所有人所有的东西都是从神而来 不过很多人就没有去感激 他们就没有觉得 啊 神给我这么多好东西 于是呢 他们就没有去 就是得到神更丰盛的恩典 因为耶稣来叫我们得到 啊 啊 封盛的生命 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那这个图呢 我们看到呢 就是有首先神的供应 然后呢 就是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居住 感动我们信耶稣 感动我们跟从耶稣 感动我们成长 和呢 走在神的路上 得到神更多的恩典 还有呢 神会安慰医治我们 有好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伤害 我们的不开心 我们的烦恼 当我们越亲近神呢 神就越医治我们的内心的 这个呢 是神的恩典 也都医治我们的身体的 还有呢 神呢 陪伴我们哦 是圣灵时时和我们一起 耶稣住在我们的心中 所以呢 我们时时有神的陪伴 还有神呢 将祂的义袍加在我们身上 将个人的恩典加在我们身上 并且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个奇妙的计划 有一个非常奇妙计划 在前面的路呢 神为我们预备的 也都提升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能够祝福更多人 那并且呢 是将来呢 我们有永远的赏赐的 神呢 会赏赐我们的生命 所有我们为神而做一切 神都赏赐 所以呢 我们其实在神里面呢 是有很多很多的礼物 是每天都领受着的 我们就感谢神 赐给我们各样的礼物 让我们得着神的丰盛的恩典 好了 那我们有一个对比了 就是说 基督徒应该都是 深信我们的好处从神而来 不过不是个个基督徒 都是这样的看法的 有时有些基督徒就觉得 我自己很有财官 我懂得赚钱 第二个人不懂得赚钱 所以我有很多福气 有些人呢 会将那个荣耀归给自己的 其实我们有的聪明智慧 能够去赚钱 能够工作 有入息 这个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恩 这个智慧 聪明和能力的 所以基督徒是绝对不应该说 这是靠我自己 当我们靠自己的时候 我们就有骄傲 神就不喜悦的 神喜悦 就是我们真的 是完全信靠神 是神的恩典给我们的 我们就全心信靠神 行神的路 神就喜悦的 人喜欢神以外 得到好处 有些什么呢 很多人迷信 看相 风水 拜偶像 来得到一些帮助 但其实呢 那些是帮不到的 只有神才帮到我们 另外呢 有很多人靠幸运 運气 或者靠钱 靠朋友 或者靠成功 或者靠恋爱 婚姻 想得到他们的快乐 但其实呢 这些呢 一切都可以过去 其实神也都 切恩典给我们的 就是说 钱 其实 买到的东西都是神给世人的 这些都是神的祝福 不过 当人注目在物件 当人注目在钱的时候 神就不起完 反而他未必得到神所有的东西 或者他注目在朋友 不注目在神的时候 他以为朋友会给到他好的 但朋友呢 都可以善他的 令到他失望 他追求成功 他以为成功就行了 但是呢 一下子的成功 可以后来呢 带来 后来呢 完全失败 可以呢 那些股票全没掉了 事业不成功 或者被人炒了一条鱼 婚姻如果没有神的祝福 亦都是可以有很多问题的 其实这些一切 都是神给的恩典 不过人不懂得 将神放在首位的时候呢 就会产生各样的问题了 那我们看一些人物 他们呢 追求神以外的好处 而因为他们在敌党神 和藐视神的时候呢 神是向这个世界呢 发出一个讯息 就是说呢 他们所做的 可以带来神的懲罰 和死亡 那么呢 就在这里呢 我们有这个图的 大家看到 李小龙 马里莲梦路 还有呢 《碧头四》 其中一个呢 John Lennon 他曾经说的 说话 稍后我们会看看 还有《铁达尼浩》 就是有些人夸耀 说这艘船 连神都不能将它尋 那李小龙呢 他呢 曾经说呢 我不需要神 有一次呢 我以前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呢 正经大学读书的时候 那呢 学校呢 就给我们机会呢 是可以呢 有时有些人来到 寄宿一晚 那有一次呢 就有一个中文 来到房里面寄宿 那呢 他就跟我说 他说 我和李小龙是朋友来的 我们小时候呢 一起练功夫的 那后来 过了很多年之后 他见到李小龙 那他们就切磋一下 那而李小龙呢 一一飞脚一踢他 立刻呢 哇 他飞出十尺以外 那他看到李小龙的功夫很厉害 那他就跟李小龙说 他说呢 耶稣爱你啊 耶稣想拯救你啊 但李小龙当时说 我不需要神的 你要听我这么厉害 我需要什么需要神呢 那样 但是后来 他做了一套电影 叫做死亡游戏 结果他真的死亡了 在一套电影都没拍完的时候死亡 那这个可以都是神的管教 懲罰 对这个世界的人 告诉世人 就是呢 没有跟从神的时候 自己夸耀的时候 神可以随时把这些拿走的 马拉联梦露呢 那是一个圣感明星 葛培里有一次向他传呼音 就说 他说我不需要耶稣的 那怎么知道 一个星期之后 他就死了 当然我们就不是说 有人向你传呼音 你不信 立刻会死 这个就是刚刚那个时间的巧合 不过当人不信耶稣的时候 他的而且确 是可以面对神的审判的 还有呢 John Lennon 就是披头四之一 他曾经说的说话 他说基督教会是会消灭 是肯定的 我比耶稣更加出名 他说这句说话之后 他当时引起很多功愤 而没多久之后 披头四就解散了 然后后来他被人开六枪杀死 他夸耀的时候 结果是可以有很多问题的 有人说 他说 神都不能沉这一船 为什么 因为他有十六个防水间隔 是分开一间隔 譬如船穿了洞 有些间隔 穿了的时候 其他间隔都可以令到船浮起 但是呢 当时是有六个破坏了的间隔 有六个间隔破坏了 那些水是令到这一船沉了 即是说 他以为不可以沉 但其实结果都是沉了的 这一船的主要人 叫Thomas Andrews 当时有人说 这船都沉不到 结果是沉了的 在第一次出航 就沉了了 好了 这个是巴西的总统 被选为总统 他在竞选的时候 他说一句话 他说 如果我得到五十万票 神都不能够取我总统的职位 其实这句话 真的非常夸耀 为什么他说这句话 选举不需要一定 你要说到神的名字 但他又说 如果我得到五十万票 神都不能够取我总统的职位 结果他得到五十万票以上 他被选为总统 然后呢 他就在任职 即是总统之前一天 开始病了 他是已经上任的 但是三十九日之后 死了 他从来是没有正式做过总统 他只是宣誓了 做过总统 接着就病了 病了三十九日之后 就死了 其实呢 我们人是不需要说 我做的事 神都不能够阻挡的 另外呢 有个澳洲的歌声 叫Born Scott 他唱一首歌 叫做高速公路去地狱 highway to hell 这首歌真的非常之洩毒神 他里面说到的内容是什么呢 就是说去地狱那里很自由 和朋友一起很开心很开心 没有任何一束 他1970年唱这首歌 而1980年下一年呢 他就因为酒和吸毒过量而死 大家在右边看到的图 他拍的照片很淫舌 就是一种非常之藐视神的行为 他就觉得去地狱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真的有些人这么说 去地狱 我们整群人在那里开派对 我们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但他没有想到这个神是全能的神 是公义的神 是审判的神 神很想救我们 但当人没有耶稣的救恩 他是可以面对神的审判的 所以呢 人不可以藐视神 不可以说 我们靠着耶稣就可以得的 好了 这个是Madeline Mary O'Hare 她是美国无神论协会的创办人 那么她呢 是非常之抗拒在美国的学校 公立学校呢 当时是有祈福和读圣经的 那么她呢 有一次去到学校呢 就听到她的念主动文 她就非常之抗拒 她就开始呢 就是去控告美国政府 你们呢 没有将国家和宗教分开 那么她控告的过程呢 是成功了的 那么她成立了这个 美国无神论协会 那么从此以后呢 美国的学校是不可以再有 就是公立学校 私立学校就可以的 公立学校是不可以有祈祷 或者读圣经的 但是 我有一次听到一个人说 这个人呢 只是一个普通的警察来的 她说自从美国 不可以在学校 祈祷和读经之后 她说那些人的道德是一路下降的 社会的问题就越来严重 青少年的问题越来严重 整个社会的问题越来严重 就是他们没有看到 就是说 神的祝福本来来这个国家 他这个国家立国的时候 本来是有一群基督徒 他们去到美国那里 希望有一些宗教自由 希望呢 美国一直是一个 是有基督教带领的国家 但是呢 后来呢 结果呢 是禁止了 在学校里面 有祈祷和读圣经 那么呢 这个人呢 本身他是有很多问题的 他的问题是什么呢 他有个儿子信耶稣 他和他断绝关系 他在不同的场合 时时都冒犯人 很容易呢 他说粗口 那么有 其实有一套影片呢 就叫做 The Most Hated Woman in America 还有有本书的 就是讲到这个女人的 就是这个 这个是 美国那些人最恨的一个女人 是很多人呢 就是很反对他 他所做的事情的 那么他呢 就 撕吞了他开始这个 这个无神论协会的钱 就是他开了这个协会 但其实呢 他是为钱的 所以大家看到呢 下面的 左手边是有 美国的银子 写着 In God We Trust 但是呢 Mandolin 他那里呢 就是有人说他 In Greed We Trust 他是追求钱的 那么他这个机架呢 他就 买了很多些金币 他呢 他呢 自己私吞 和呢 有些钱财呢 都是他自己得益处的 那后来呢 被他的下属 那他请回来的人呢 是 当然是反对基督教的人 那有很多都 就是有些有问题的人 那有一个下属呢 就将他 啊 绑票 然后呢 后来将他 和他 两个家人 杀死了的 和 杀死之后 还支解 是非常可怜 就是他生命是非常可怜的 我看那套 那套电影 讲到这个 Most Hated Woman in America的时候 我发觉他 其中一个家人 跟他说 他说你 你什么都是 投诉 埋怨 是这样的生命的 就是这样的生命的时候呢 他就结出这个果子 因为他不觉得 他有的东西 是从神而来的 很多人就依靠 经济啊 财富啊 股票啊 职业啊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做工的 不过问题就是 我们需要依靠神去供应我们的工作 亦都依靠神去 保守我们的工作 依靠神在我们的工作上 能够做得更加好的 在简言二十三章 第五节那里说 你喜要定征在虚无的钱财上吗 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 向天飞去 这个经文很特别的 就是说到呢 你不要定征在那些虚无的钱 因为那些钱呢 就好像鹰那样 生翅膀会飞去的 就是人呢 当他以为他可以靠钱的时候 可以任何发生 有健康啦 有社会的经济问题啦 社会的疫情呢 人的钱都可以变为无用的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需要 神去祝福事业和经济 我们凡事信靠神 而圣经说了 先求神的国和义 这一切都加给我们的 当我们关心神的国度 当我们追求神的国度 希望呢 更多人信耶稣 亦都传人福音 同时呢 让耶稣在我们的心中做王 那这个才是先求神的国 这样的时候呢 这一切就加给我们 就是说神呢 是会祝福凡是信靠他的人的 我们听话的时候呢 神就会凡事祝福我们 这个是最稳妥的 神会供应我们 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我们看得到呢 就是呢 失业率很高啦 还有呢 很多经济现在的问题 现在呢 因为这个疫情呢 经济真的很大的问题 我们同心的讨告 以及跟从神呢 求神去祝福我们的生命 祝福我们的经济 我们一起供应我们的需要 那这个是最好的方法来的 就是全心去倚靠神 好了 那有些人就追求恋爱 很多人呢 有时有些人 找我帮助 他都说 哎呀我恋爱很痛苦啊 我失了一个男朋友 或者失了一个丈夫 我现在很痛苦 我希望得回他 那当然我都希望的 那但有时有些人呢 他们其实呢 那个恋爱对象 并不是一个好的人 但他都是想得回这个人 那我就劝他 其实呢 你有耶稣的祝福 好过你得到人的恋爱 因为人的恋爱 是可以离开的 就算他跟你结婚 可能你的婚姻 都很多问题的 但因为很多人 他本身不开心啊 他以为恋爱呢 就会令到他 人生会 从此以后呢 就很开心 但其实未必的 恋爱其实是 两个人相处 和呢 男女是看法很不同的 所以两个人相处得不好的时候 没有爱心的时候呢 根本是很多困难 是需要耶稣去祝福 这个恋爱才是合神心意 和这个婚姻合神心意的时候呢 才会能够呢 彼此建立 大家都享受神的 所次的婚姻 譬如好像我自己 我真的很欣赏神给我的太太 我就很努力去建立这个婚姻 让这个婚姻荣耀神 我们同心合意 一起侍奉神 我现在在做直播的时候 都是我太太帮我 控制器材的 一起去侍奉神 一起去帮助人 那这个呢 就是神喜悦的 这样的婚姻呢 是会得福的 所以呢 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一切 很重要就是 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我的好处不在神以外 是所有的好处 都是从神而来的 还有朋友 当然我们应该有朋友的 我们在世上应该 关心人 祝福人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 建立同人的 关系 我们就能够有好的朋友 但是呢 很多人呢 就只是想着 有朋友就搞定 其实呢 朋友很多时候 会令人失望 会出卖朋友的 可以背后插人的 可以背后讲闲话的 那呢 提案太后书三章二章 讲到末后的时候 那些人是会怎样呢 就是说人的朋友可以是这样的 我讲一些实际的例子 曾经有人呢 和一些好朋友 甚至和家人呢 一起拍当做生意 他投资了很多钱 但是跟着呢 他的朋友 或者他的家人呢 出卖他 将那些钱 自己拿光 然后公司就倒闭 要这个人自己背后 但是呢 那个朋友呢 就拿了钱走去 这些事情呢 其实发生很多 所以我们不是任何人都信任 而是信靠神 为我们预备的人 有时候 挂名的基督徒 都可以令到我们失望 挂名的基督徒 就是说 不是所有挂的基督徒 回教会 一定他是爱主的 我们真的要尋求神 求问神 这个人是不是值得我信任 能够呢 一起合伙做生意 或者做什么 我们一定要尋求神的生意 也都是分辨他的生命 在提网太后书三章二章里 讲到呢 这个世界的人 在末后日子是如何呢 是无亲情的 就是好像对于亲人都没有感情的 不解怨的意思就是 那些怨恨都不能够化解 好说残言 经常说别人的坏话 不能自弱 不能自己控制 性情恐怖 很愤怒 不爱良善 卖主卖友 出卖耶稣 出卖朋友 任意枉为 至高至大 爱厌乐 不爱神 所以我们朋友 一定是从神而来的 求神去保守我们的友谊 我们去祝福人 用神的方法祝福人 这样的时候呢 神可以祝福我们的友谊 和人际关系 有些人说 我和神是好朋友 不过我和世上没有一个朋友 这件事都不健康的 因为当我们祝福人的时候 总有些人会回应 总有些人会和我们建立好的关系 如果一个人不能和人建立好的关系 问题在他本身身上 就是他不懂得关心人 不懂得和人沟通 不懂得爱人 这样的时候 他没有朋友 其实他自己都可以很孤单 很困难的 好了 诗篇十六篇第二节 现在我们去看经文 我的心啊 你曾对耶华说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们就说 数算神给我们所有的礼物 就说 神啊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所有的都是从你而来的 神呢 那个圖 就是左手边的 就是神将福气 倾倒下来 耶稣又为我钉死 叫我能够信靠耶稣得到救恩 又赐给我太阳与水 又赐给我 下面那里就有 美丽的景色 这个世界的美丽的景色 还有呢 花草树木啊 各样的食物啊 环境啊 这些一切 还有呢 给我们健康的身体 还有各样的生物啊 还有呢 有教会啦 能够呢 有基督徒支持我们 能够呢 彼此相爱 这个都是礼物来的 还有神会给我们各样的恩赐 各样的财果 我们就多谢天父 神给我们这些各样的恩赐 我们可以使用 这些一切都是从神而来 我们就不要骄傲 我们不要骄傲 哎呀 我有这么多财干了 我们专心仰望神 第三节 轮到世上的圣文 他们又美又善 是我最喜悦的 这里说到呢 当然是说到爱神的圣文 就是当人真是信靠耶稣 而爱神 爱人的时候呢 他的生命是很美好的 我们会发现我们认识 有些真是爱主爱人的基督徒 他真是又美又善 是我们可以喜悦的 有些基督徒 他会很关心人 帮助人 还有呢 去怜悯 拯救人 在右手边 右上角的圖 就是Hidy Baker 他去到非洲 帮很多非洲人 去收养他们的孤儿 然后向他们传福音 更生他们的灵命 兴起很多孤儿做牧师 然后呢 就在非洲开了很多的教会 都是因为他怜悯人 是一个很充满爱的人 我希望大家都欣赏 这些这样的宣教士 一些这么爱主的人 那下面 左下面的圖 就是一个人 他在街上传福音 就是有些人 他真的会尽力去寻找 寻找失丧的人 去关心这些失丧的人 他会付出代价 虽然被人藐视 但他都依然是勇敢去传福音 我们都可以 基督徒可以安慰人 以及帮助人的灵命 其实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的带来的祝福 有很多的救济 都是基督徒的群体 帮助一些危难中的国家 危难中的地方 去传扬福音 给一些很贫穷的地方 也都帮助他们建立他们的经济 那这些都是一些 真是又美又善的基督徒 我们就说 神啊 你的恩典很多 你的恩典也都透过 你所爱的儿女 那些爱你的儿女 他们的生命 彰显出神的荣耀 神的爱 这些人都是礼物来的 我们多谢神 神给我们本身的礼物 也都赐给不同的基督徒的礼物 我们就全心感激神 欣赏神的儿女 也都跟他们配合一齐去侍奉神 我们也都不要伤害任何人 也都不要伤害基督徒 还有呢 就算有些基督徒群体 跟我们不是同一个教会 或者跟我们有时路线不同的 都不要紧要 我们都欣赏他们 为他们祷告 千万不要说 这些人跟我们都不同心的 我不理他了 那我们应该没有这个心 就是我们的心里就说 总之神的儿女 我们就关心 我们就祝福他 建立他 那这里呢 下一节呢 就跳对 启示六十九章第七节 那里讲到呢 就是说 在羔羊分取的时候 辛苦有预备 自己预备好了 就是说到 辛苦就是教会 就是所有真信耶稣的人 不是现在那些教堂 现在教堂里面有真教会的人 还有有些不是的 有些是挂名基督徒 他不去得到天堂 就是说 他没有真心信靠耶稣道救主 而真心信靠耶稣道救主 一定的生命有改变的 他的生命一定会有爱主的心 爱人的心 有关心人的心 会传人福音 祝福人 就是他生命一定有不同程度的改变的 那这些人 就是说 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得救永远是悔改 信靠耶稣做救主 是本父恩 直着信 不是出于人的 不过真悔改的人 真信主的人 一定他生命有果子的 那这些人呢 他们就蒙恩得穿光明结白的世麻衣 现在世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就是原来基督徒所行的义 我们先说到神的义 我们先说到神的义 又美又善 是我所喜悦的 是 那就是说 原来呢 我们所行的义 基督徒所行的义 我们 表现出神的爱 关心 平稳 安静 我们帮助人 全人福音 建立灵命 这些是我们所行的义 我们永远的荣耀 所以我们就说神 我们都做一些 理所喜悦的子民 是神欢喜的 然后呢 第四节 以别臣代替异化的 他们的仇苦必加憎 他们所敲定的血 我不献上 我嘴唇 又不提别臣的名号 就说那些人 以别臣 其实这个世界只有一个神 其他别臣 其实就是魔鬼 邪令 他们所拜的 因为这个世界上 只有神 创造天使和人 和这个世界 而天使有三分之一是堕落 就变成了魔鬼和他的邪令 那这些邪令呢 他就用不同的宗教去引诱人 当人拜一些宗教 不是拜神 敬拜这个真神的时候 那魔鬼会来受这个敬拜 然后魔鬼会进入这些人的生命里面 其实有不同的人 找我帮助 都是他曾经拜过这些狗像 然后就被邪令搞妖了 有些会有鬼扎 听到邪令和他说话 有些甚至叫他自杀 或者说你没用的 没有人喜欢你 经常都会出现这些意念 经常都会出现淫舌的意念 也有人说 他说是有性侵犯的 邪令都可以性侵犯人 这些人呢 其实当他拜偶像的时候 并不是好 是带来很多问题 这个就是以别神 以邪令代替这个真神 他们的仇苦一定加憎 这个经文就说出 没有跟从神 他仇苦加憎 下面的图 就是说 那些人呢 就看相 占卜 或者靠幸运 靠钱 只是单单依靠朋友 单依靠成功 或者是戀愛的时候 这些都可以令到他们 如果他们将这些放在生命的目的 是难了他们认识神的 那些可以成为神 成功可以成为人的神 有很多人 他们专注在事业 什么都不管的时候 这个事业就成为他的神 然后呢 第五节 也有人说 是我的产业 是我杯中的份 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我们地上有些人会有产业 可能有家屋 有车 但是呢 这些都要过去的 但是神是我们永远的产业 是没有人能够拿走的 有些人呢 大家都听过 负资产 就是他 哇 他以为买了一家屋 很多钱 很好 但谁不知呢 那家屋跌价跌得很厉害 但他欠债一样 那么多钱 那他要还那些债的时候 他不够钱还 那有些人呢 就会变成负资产 但是 而我们的产业 是不会变为负资产 是永远升值的 当我们越听神的话 神的祝福越大 我们的生命越多祝福 那我们整个生命呢 都会得到神的 就是神是我们的产业 和他一切的恩典 是我们杯中的份 就是好像 现在用杯我们所喝的 都是神的福气 还有一句很重要 是我们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恩典 譬如我们有健康 现在有健康 有家庭 有朋友 有工作 有事业 有我们快乐的心情 这些一切 我们需要神去持守 我们不要骄傲 譬如我们先说到 巴西想选举做总统的人 他就说 如果我有五十万票 连神都不可以 令我失去这个总统的职位 当他有这样的跨扬 或者心有这个意念的时候 神不保守的时候 我们可以失去这一切 其实我们有没有一件事 可以失去而没有影响 其实是没有的 最少最少的 譬如我说简单些 就算你的头发没了 都是很惨 头发没了就不能死 眼眉毛没了都不能死 不过没有了这些最少的东西 都是带来很多不方便的 如果又不健康 譬如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 维他命 很多抗物质 很多荷尔蒙 这些稍微失调 我们都不行的 我们身体里面任何地方失调 其实很多人 当他年纪大 或者有时一次的运动 一次搬野 受伤 他发觉以前健康真的好 以前不用整天想 腰骨痛 但现在一般事 要想着腰骨痛 怎么办呢 有很多限制 原来呢 我们现在有的 我们有的健康 是很大的礼物 所以我们呢 求主保守 当然我们应该尽责 即是如何尽责呢 我们同时 亲近神 倚靠神 遵从神 不是代表我们乱吃垃圾的食物 不照顾身体 或者 不有正确的睡眠 譬如有些人 整晚就在那儿 上网 就去跟别人溝通 上网看东西 看电影 就不去好好的照顾我们的身体 这样的时候呢 他没有盡责呢 神也都容许这个人 他会得到这个后果的 但除了健康 就是我们跟别人的关系 譬如有些人很容易 跟别人吵架 随便伤害人 不珍惜人 人家做好的事 又不会感激 就觉得应份的 这样的时候呢 他就可以造成 他失去到朋友的时候 朋友失去 不是那么容易得到好的朋友 有些人就觉得 哎 这个不喜欢 我就跟他绝交 这个又跟他绝交了 当我们跟别人绝交的时候 有时 就是 越来越少朋友 我认识有些人呢 他很随意跟别人绝交 他是越来越没有朋友 到他年龄大的时候 他再没有朋友 一个人非常孤单 他的家庭也都因为 他跟家人的不好 以至破坏 所以 我们真的需要神去保守 帮我们有爱心 去照顾我们的家人 对我们的家人好 关心他们 也都向他们传言福音 带领他们信耶稣 也都有好的生命的果子 就算他们有不好 我都依然善待他 祝福他 这样的时候 神起完就会保守 另外 我们的事业 我们事业保守 也都很在乎 我们勤力做工 在做工的时候 不去偷懒 不去做一些不诚实的行为 或者在做工的时候 都跟那些人建立好的关系 因为不好的关系 都会破坏人的事业 我认识有些人 工作没多久就走 整天都转来转去 为什么呢 因为他跟人关系不好 或者有时忍受不到 一些世人的不好 世人一定有不好的 我们上班一定会遇到 一些不好的人 因为这个世界 不是一个爱神的世界 所以总有人不好的说话 有些人就很在意 就很生气了 很生气的时候 发脾气 接着他就离开这份工 但是当人继续离开工的时候 他迟早是找不到工作的 或者我们的明星 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那些人知道 这个人很喜欢说大话 很喜欢说闲话的 很喜欢得罪人的 自然这个消息就会传开 人知道的时候 就会对我们抗拒 那我们的明星受损的时候 是带来很多不好的后果的 就是人不信任我们 做工的地方的人 可能说 我都不想你在这儿做 因为你真的 你的明星真的好有问题 所以我们自己 真的揭力保守 当然有时 人是会有些人 诬告我们的 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 是清潔 小心 不要做任何事情 是犯错的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会 没有机会被人攻击 但是有些人 他会真的攻击 那我们只是说 我做好本分 亦都 我们可以尝试去化解这些问题 但是化解的时候 最好用爱心去接立 就不是去斗 如果跟你斗 那你说 你的委扑 我和你斗过 那他更加和我们斗 所以耶稣有句说 他说 不要和恶人作对 因为恶人是会反打我们的 所以我们不要和他们作对 我们只是善待他 有些人说 那就很吃虧 但反而我们善待他 神就会祝福我们 神会保守我们 那些恶人神是会管教 会懲罰的 我们不需要被恶人影响 以至我们的生命可以保守 我们都见过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原因 影响他的名声 有些人因为钱 那些钱他们没有 譬如 譬如 揮空公款 偷钱 或者人制关系 伤害人制关系 他就 结果被人拒绝 或者在做工的时候 他失责 以至他做工不好 或者犯法 犯法之后 就有案底 就影响他整个人 有些人犯错 是很少事的 但有些人会将他夸大 但那是事实 他夸大他都没办法 这样的时候 就造成很大的破坏 尤其是这个传媒很强 和网上的传播工具 是非常强的 在这些情况之下 当我们一做错事 有些人一传 一传就传开给很多人 所以我们在网上的时候 我们跟人说话都要小心 不要说一些伤害人的说话 不要说一些藐视人的说话 当我们一说话 人家就会将这句说话 传开给很多人听 你看他做多少不好的事 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行为 神是会保守的 最重要是神保守 所以我们就以教神 求神祝福 另外很重要的保守就是事奉 我们有机会事奉是很大的礼物 为什麽呢 是要永恒的赏赐 今生和永恒的赏赐 我们有机会向人传呼音 我们不要让这件事是破坏了 譬如我们说 你又不信 我传呼音你又不信 那我们就发脾气了 那就破坏了这个事情 那别人就会不信任我们 你传呼音 别人不信你又发脾气 那我们也不想你一起传呼音了 或者教会不信任 教会不再给他传呼音了 那这样的时候呢 即是不让他在教会 以教会名义传呼音 或者以教会名义伺的时候呢 就破坏了他事后的事奉 所以呢 我们的事奉 我们都求神保守 那我也有听过一些 有时有些组长 有时甚至有些教目 都会有这个情况 那我说这些话 就不是批判 只是提醒 因为我有时听到一些教友 有些组长 如何伤害他 或者有些教目 有时一下子的脾气 令到他很失望 那我都会这样 劝那些人的 我说呢 可能你的教目 都有很大压力 你的组长很大压力 那你呢 盡量遗数他 接纳他 就不要将这件事夸大 不要继续去发脾气 但这件事真的有发生的 继续发生的时候呢 是会影响这些教目的明星的 那所以我们作为侍奉人员 无论是组长 教会侍奉人员 或者是教目 我们都说求神保守我们 我们的言语行为 我们的脾气 很重要 就是处理我们的脾气 就是有人不好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发脾气 那有些人说 我现在是异怒 那如果我们真的好像神那样 我们的异怒 是完全没有任何个人的愤怒 的时候 神是可以保守的 但是人很多时候都会加上自己的 个人的怒气 所以我们就学习 求主帮助我们学习 就是说呢 见到人不好的时候 为他祷告 求神给我们一个平静的心去处理 我们不需要伤害的人 不需要骂他 来帮他改变的 其实可以诱和 去让他知道神的恩典 和他的罪的后果 我曾经有些教导 说到这方面 我现在简单地说 我可以跟他说 譬如有个人做错事 我可以跟他说 耶稣都爱你 耶稣关心你 耶稣想祝福你 祂很想把很多礼物给你 你想不想得到呢 你想得到的时候 你可以怎样做呢 然后我们可以问他 我听到有一件事发生 你觉得是怎样呢 我们用一个柔和的心 去问他 他不会觉得我们是冒犯的 我只是想了解这件事 他说 我一时怒气 我做了这件事不好的 我们就可以问他 OK 你知道是一时怒气 也好 你知道 我们欣赏他 我知道 你知道自己有一时怒气 是好的 好了 既然你知道一时怒气 那可以怎么预防 和如何补救 你香港人發过怒 那你可以做些什么 用荏文的方法 不像你发脾气 你罵了人 你要道歉 那就被他壓力 反而他未必肯去做 因为他跟我们真的斗过 但是我们都知道 你一时怒气 而带来后果 那你会不会想去修补 你要对这个人做些什么 那如果有人说 我都不肯的 我們可以解釋 如何解釋呢 你想想 如果這個人不喜歡你的時候 就會影響他和你的關係 也會影響你的視乎 影響你的明星 這件事都是寶貴的 當你一直生他的時候 後果都是你會負責的 你會自負這個後果 那你想不想修補呢 我們用詢問的方法去幫他了解 有些人就說 有些人不肯悔改的 我們總是去勸喻他 你有沒有覺得你這樣做法 可以帶來不好的後果呢 他一直都不肯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提醒他 當你不肯的時候 可以帶來嚴重的後果 第一就是有些人拒絕你 教會可以拒絕你 還有神都可以不喜悅你 甚至神會抵擋你的時候 後果是非常之嚴重 因為我們抵擋神 神祝福我們那個 如果抵擋神的時候 神抵擋我們就很淒涼了 有些人有苦難 他們很喜歡埋怨神 神都不幫我 那他就埋怨 但其實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難了 可以祝福我們那個神 神是可以祝福我們的 我們就不要埋怨神 因為埋怨神 帶來難了神的祝福 我們只是說 神啊 你是滿有前愛 我們想回神 曾經怎樣幫我們 很多人就說 神以前幫我 不過現在沒有幫 我們有些耐性 他好像約失去到埃及 他都受很多苦的 然後後來經過很多 又坐牢 各樣的問題 他才被神提升到祝福 這個世界上因為有罪人 所以一定有苦難 那麼在苦難之中 神沒有立即將那些苦難拿走 不代表神幫我們 我們首先親近神 有平安喜樂 有力量 跟著我們就有力量去祝福人 去勝過這些困難 不讓這些困難影響 我們靠著耶穌得勝 這樣的時候 這種方法是最好的 那麼你慢慢會看到神 做功的 我們就不要埋怨神 跟著第六節 這裏我對比 這個第五節 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 對比約翰十章十節 就是講到 杜察尼無非要偷竊殺害偉懷 即是神就會持守 他愛他的人 親近他的人 所有的一切 而魔鬼尼 就是偷竊殺害偉懷 下面有個圖 就是有個人抱著耶穌 耶穌你保守我 祝福我 他依靠耶穌 這裏有個盾牌 神就會保護他 右邊就是魔鬼 來steal kill and destroy 魔鬼就來偷竊殺害偉懷 但當我們親近神 神就會保守 有很多人 有很多講法 講到怎樣難阻的魔鬼攻擊 其實最主要都是兩樣 一一樣就是 跟神有好的關係 遵從神 第二就是處理所有不好的事 而全心去跟從神 遵從神的神 神一定喜悅 和祝福 所以我們要知道 當我們沒有讓神去持守的時候 魔鬼是一定來的 盡量想偷竊 即是有為神做過的事 或者我們的家庭 我們的事業 我們的健康 魔鬼都可以偷竊 可以殺害 可以殺人 以及毀壞 我們做過的事可以破壞 我亦都親眼見過 有教會分裂 因為人際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不讓魔鬼留地步 因為他會偷竊殺害毀壞 下一張 然後第六節 用成糧給我的地界 坐落在皆尾之處 我的產業實在美好 這裏說到 大衛說 因為他們那時候 那些糧的地 是用繩來糧的 用繩糧的地界 坐落在皆尾之處 即是在一些 靚的地方 坐落在一些靚的地方的時候 我的產業實在美好 就是 神給我很多好的東西 神給我的東西 是坐落在一個很美好的地方 我們就多謝耶穌 神賜給我這些 這麼好的東西 即是說 當我們愛神 親近神的時候 大衛是一個愛神的人 將神放在手裡 很信靠神的恩典 他就有很多的恩典 福氣臨到他身上 神用繩糧給他的地界 是坐落在漂亮的地方 即是說 神給我們那份是好的 我們越是聽神的話 神給我們那份是美好的 我的產業實在美好 我們數算一下我們有的東西 我們就感恩 但有些人就會怎樣呢 他就會說 跟人比較 人家那些更好 但其實我們 即是跟人比較是無謂的 我們跟人比較的時候 不代表我們會得到的 我們就是說 我們有的 無論是多小的東西 譬如說 有個人說 看人家讀大學 我只是小學畢業 那我們就說 我小學畢業 都是禮物 我就欣賞 神給我 有機會讀到小學 有些人說 我小學也沒有讀過 不過他就去 看 有些人就是這樣 他不懂字 看聖經 然後在教會那裡讀 慢慢懂字 這個也是他產業 神教他怎樣懂字 雖然他沒有機會讀書 在教會也學到怎樣愛人捷物 怎樣學到處理生命 怎樣愛神 他的生命就越來越好 這些都是產業來的 神會賜給愛他的人 我們越愛耶穌了 你可以想像一個人 他一信耶穌 即是愛耶穌 時時去感恩 時時去祝福人 時時去傳人福音 人家不信的時候 都會很柔和 不要緊的 耶穌愛你 希望有一天你會信耶穌 都是很柔和 謙卑的 見到人有困難一定幫助 關心人的感受 這樣的時候 他的生命是越來越美好 他和人的關係越好 越多人喜歡和他做朋友 越多人信任他 信任他的過程 越多人因為他而信耶穌 或者是因為他而愛耶穌 這個就是他的產業 就越來越美好 所以我們其實每一個人 我們有的 我們數算我們有的 我們有的健康 我們有的工作 我們有的家庭 我們居住的地方 我們有的教會 我們全部都欣賞 不要當作是必然的 不是必然的 可以失去的 我們就感謝神 我們就全心去感謝神 倚靠神 靠著耶穌去活出這些恩典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得到的產業 就越來越美好 是一路提升 神在我們生命中 有一個最美好計劃的下章 然後呢 第七節說 我必清眾那指教的耶路華 我的心腸在夜間有警戒我 就是他會 但是他會清眾指教我耶路華 神會教導我 還有我的心腸在夜間也都警戒我 就是我的心腸 夜間警戒我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聖靈會提醒我 我有什麼做得不好 有什麼需要改 神就會提醒我們 神就會警戒我們 那麼我們呢 收到神的警戒 我們都提醒我 下面有個圖 一個圖 就是這個人 親近神 就是他清重那指教我的耶路華 神會指教我 清重祂 右邊的圖 上高呢 上高呢 就是有個人在游泳 用錢來釣魚 用錢來釣它 這個代表魔鬼或者一些罪人 用錢來引誘它 下面就是這些錢 好像捕鼠器 放在那裡 等你去拿 當你拿的時候 你就被捉了 這些都是犯罪的機會 神一提醒我們 我們就回應神 神啊 我願意聽你的話 我願意回應你 我願意聽你的話 以至呢 你警戒我的時候 我會留意的 然後第八節 第八九節 我將耶華上擺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邊 我便不知遙動 因此我的心歡喜 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那就是說呢 大衛時時將神擺在他面前 那他用這句話 是一個 這叫Figurative Language 因為神你不能擺在那裡 這個只是代表 我和神有一個好的關係 我時時都相信神在我前面 我時時都親近他 是這樣的意思 我們因為不可以把神擺在那裡 我們親近他 他就會跟我們在一起 因為他在我右邊 右邊就是 是保守我 祝福我的 是我體重的 我便不自遙動 我就不會遙動 我就會穩妥 是平穩安靜的 因此就會怎樣呢 這裡講到親近神的後果 就是我的心會歡喜 我心很歡喜快樂 心開心 我的靈快樂 整個人從外面到裏面都快樂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身體都會舒服 當然 每天在一個舒服的狀態 他都會更加健康 其實有很多人呢 他們在壓力之下 他們身體就會容易痛 還有容易有癌症 你發覺有些有癌症的人 有很多都是太緊張 太多壓力 太多負面的情緒 就會容易有各樣的病 還有很容易會頭痛 各樣的痛症 當我們時時親近神 我們的心就歡喜 我們的靈快樂 我們的肉身都安然居住 身體都會很平安舒服 我們身體都會平安舒服 聖經有說到 神可以奇妙地祝福我們的健康 在我們經文說到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還有生命記三十四章七節 摩西一百二十歲的時候 眼目沒有芬花 精神沒有衰敗 神可以保守摩西一百二十歲 他的眼都沒有芬花 精神沒有衰敗 這是禮物來的 我感謝神 我現在都不用戴眼鏡 也沒有軟視也沒有近視也沒有老花 這些是禮物來的 我就多謝神 多謝神 有些人說 那我沒有呢 有的你就持守 求神持守 珍惜神給你一切 感激神 神是可以保守你的健康 起碼第一件事 讓我們的健康不要那麼快退化 讓我們的智力不要那麼快退化 讓我們保持我們的健康和智力更長的時間 還有真面十七章二十二節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如果我們時時在神裡面喜樂 就是一種良藥來的 那有些人說 我生命那麼差 那麼多問題 我很難喜樂 有一個方法 我有一個叫互動的討告 就是怎樣 一路祈禱的時候 一路說 神現在很喜歡親近我 聖經說了 我們親近神 神一定親近我們 我們時時在耶穌裡面 耶穌日常在我裡面 我們就多結果子 所以我們時時在耶穌裡面 神一定答應跟我們一起 只要我們真心親近祂 有些人祈禱是沒有心的 一路分心的 不是專心的 或者是不看重神的 他一路祈禱一路犯罪的 那麼神就不喜悅了 但我們就說 神啊我有什麼罪求 你赦免我 幫助我真是去愛你 遵從你 我們看重你 我又喜歡神 感激神 聖經又說到 以耶穌華為樂 神就將我們心裡所求的賜給我們 以神為樂 什麼意思呢 哇 神這麼多好東西 我就因爲祂而歡喜 神就將我們心裡所求的賜給我們 還有你也說到 以耶穌華為樂 祂就叫我們成價 在地的高處 叫我們成為尊貴 所以我們祈禱很重要的就是 以神為樂 就是神這麼多好處 我感激你 讚美你 也可以說是以感恩為祭 哇 神真的這麼好 我感謝你 我歡喜你 我們在祈禱的時候 可以一直深信 我讚美神 神就喜歡了 神就歡喜了 神歡喜的時候 神就會祝福我了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有些人祈禱就會這樣 神啊你什麼時候幫我 快點幫我 快點幫我 他們是一個很擔憂的狀況來祈禱 其實我們祈禱的時候可以這樣的 我們可以有信心 聖經耶穌很欣賞人的信心 信心是什麼呢 信神所應許的一定會做 神說了我們親近祂一定親近我們 並且叫我們多結果子 我們以神為樂 祂就將我們心裡所求的賜給我們 並且叫我們成價在地的高處 那我就信這件事了 我一親近神 真心親近神 神就喜悅 神一定祝福 所以神現在很開心 我因為神開心 我又開心了 這樣的時候 我們深信所有恩典從神而來 神喜悅的人 神一定祝福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時時開心了 就算有困難 不要緊的 神一定會幫我 遲早會幫我 有些人說 我現在有困難 我們想回以前 神怎樣幫我們 神怎樣幫我們 以後都會怎樣幫 所以我不需要擔心 我就一直以教神 親近神 神一定以後幫我的 我現在可以有平安喜樂 幾大困難都好 現在都可以有平安喜樂 所以我就放心放鬆 這樣祈禱 這樣祈禱更加喜樂 我自己一起來 我就謝謝耶穌 哈利路人 謝謝耶穌 在我裡面湧出喜樂 因為我時時都感謝神 在裡面很容易有喜樂 你都會想著 神現在對著我笑 祂笑臉歡迎我 神是很開心的 祂因我歡恩喜樂 麥而愛我 且因我喜樂而歡呼 這是西番雅書三章十七節 神因我歡恩喜樂 麥而愛我 且因我喜樂而歡呼 這些不是驕傲 而是聖經說了 我們真心親近祂 遵從祂 神一定喜悅 神一定祝福 這是信心 信靠神的應許 這樣的時候 神一定祝福 所以我希望大家深信 神一定祝福我們健康 幫助我們整個人的 第十節 因為你必不將靈魂撇在陰間 也不叫你的聖者見老衛 就是 一個信靠神的人 跟從神的人 他不會去地獄 左下角的圖就是地獄 他不會去地獄 耶穌已經從死裡復活 我們是會有永生的 並且將來有賞賜 不會叫我們的靈魂撇在陰間 當我們與神有親密的關係 一路親近神 一路親近神 尊重神 侍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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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侍奉神 我們是會做神的喜樂平安 它告訴神多好 去見證耶穌的美善 善待人 奉耶穌的名善待人 就是讓人知道 因為我們信耶穌 所以祝福你 希望你也會得到耶穌的救恩 我們就要奉耶穌的名祝福 不是 función幫祂 帮的时候都给他知道 我是信耶稣的 耶稣很爱你的 耶稣想祝福你的 这样的时候 神就喜悦我们所做的一切 总之凡是悔改信靠耶稣的人 他一定有生命的果子 我不是靠行为上天堂 是信耶稣得救 但是信耶稣一定会有果子 这个人 神不会将他撇在阴间 他一定去到天堂 也都不会叫你的圣者见老为 这个经文是圣经讲到 这里是预言耶稣 他的身体不会见老为 耶稣是从死里复活 他身体是没有腐烂的 也都我们所有的人信耶稣 将来我们的身体都不会老为 我们的身体都会健康 并且比现在更荣耀的 是充满荣光的 好像天使那种美丽的 诗篇十六篇十一节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 这个讲到就是跟从神的 是怎样呢 就是神会将生命的道路指示给我们 有些人的道路是什么呢 是阴暗苦毒 不开心痛苦的道路 有很多人喝酒吸毒 做一些不好的事 犯法 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事实有满足的喜乐 不是只是小小的喜乐 是满足的 整个人都满足的 整个人都开心快活的 是享受神的 基督徒是可以享受神的 这个讲到都是享受神的 譬如圣经有讲到 求你叫我早早饱得你的 池爱好 叫我一生一世 欢呼喜乐 一生一世都欢呼喜乐 开心的是满足的喜乐 开心充满的喜乐 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 是永远的福乐 就是神永远都赐福给我们 所以这个经文 是应许我们 我们是会得到满足的喜乐 永远的喜乐 还有在右手有永远的福乐 我们看回这个经文 诗篇十六篇是很美好的 全篇都讲到一个亲近神的人 他的好处不在神以外 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 并且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 我肉身也安然居住 神给我们有满足的喜乐 有永远的福乐 这么多好东西我们怎么得到呢 这全本圣经给我们知道 就是好像圣经这条所说 这个诗篇十六篇第八节都有讲 《张耶和尚摆在我面前》 《恩他在我右边》 这个就是一个锁示 就是我们做什么呢 就是我们去时时亲近神 在耶稣的同在 时时处理我们的罪 求主赦免 求主帮助我们改过 也都时时赞美神 以神为乐的时候 神就会祝福我们 这里我简单地讲一讲 如何去亲近神 在《语汉福音》四章二十三节 那里说 真正拜父的 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 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这个要在原文是seek 寻找 神是寻找那些用心灵诚实 敬拜他的人 神是找一些这样的人的 当我们真心用心灵 什么意思是用心灵呢 就是用我们的灵与魂 魂包括什么呢 下面那黄色挖着词 写着思想意志感情 就是我们整个思想 认同圣经是对的 神是最好的 行神的路是最好的 就是说 整个人都认同 跟着神的路是最好 遵从神 侍奉神是最好的 第二就是意志 我全心跟着神 行神的路 我希望大家都走这条路 是有满足的喜乐 有领怨的福乐的 还有呢 跟神有感情 就是说 神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所有的好的东西 我有健康 我有的财富 我有的食物 家庭 我的家人 我的工作 这些一切都是神给我们 我们的侍奉 我们的恩赐都是神给我们 我们就中意神 如果有个人 给我们这么多好东西 我们都会喜欢他 可况神呢 神是全面性 每一方面都可以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就是神 我真的喜悦你 我欢喜你 我时时在心里挂念你 时时想念你 欢喜你 神就常与我们同在 什么时候 赤牙洗面 洗面洗澡 煮饭 吃饭 做什么事 行路搭车 都一直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天父真好 不是只口说 是从心底处 神啊 你真好 我欢喜你 我欢喜你 我喜欢你 我以你为乐 你是我的荣耀 你是我的产业 你叫我呢 用承良给我的地界 坐落在街尾之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一切都是美好的 我们就中意神了 然后整个心灵去敬拜神 整个灵魂 就是凡在我里面 都清重祂的圣明 那就是说 整个人的灵与魂 都去清重神 去爱神 不是只口说 而是整个心灵 神你真美好 神你真美好 我全心全意 去敬拜你 去赞美你 然后呢 凡是全心 亲近 信靠 遵从 和侍奉神的人 他们会有什么 的祝福呢 这里只是写出几页 就是他会有平安喜乐 和力量 他时时都会很平安 兴散 时时都有神的喜乐 还有时时都有力量 有从神而来的力量 胜过一切环境的困难 他有这个AQ AQ就是adversity的quotion 就是说 在困难之中 他都是能够面对疫境的 因为他有EQ 是有情绪的智商 就算有什么情绪的问题 他立刻处理 我选择 感谢神 神给我感到好处 我就选择 喜乐 平安 我不选择 埋怨 如果当我们发现 我们的思想 经常都想回 那些不好的人 如何对我不好 多少困难 我们经常想这件事 我们一定有问题 我们尽量想想神的尾线 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 吃垃圾还是吃好东西 垃圾就是不好的东西 负面的东西 人的不好 好的东西就是神给我们的 神透过人给我们的 神透过我们现今的状况 给我们所有的东西 我们就多谢神 欢迎神我所有的 我们感谢神 我们能够有的家庭 有的食物 有的健康 有的供应 我们都多谢天父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时时有平安喜乐 还有有力量 有什么动力呢 怎么有动力呢 就是说 我们深信 第一 神很爱我 我们很宝贵的 第二 我是很宝贵 因为神爱我 第三 凡是信靠亲近 遵从事奉神的人 一定蒙福的 我们听话一定蒙福 我们事奉神一定蒙福的 第四 不听话犯罪 或者不亲近 不遵从 不事奉 是一定有破坏性的 当我们这样的时候 当然是做神所欺的事 其实我们有一个观点 有些人就以为 其实我以为他赚钱 就是他赚回来 其实呢 我们每一个人 只是我们做应份做的事 然后神就负责 将那些 我们需要的赐给我们 就是这个观点呢 是很不同的 就是我赚回来的钱 其实另外一个观点就是 就是说 我做好应该的本份 我在这份工我做应该做的 我在所有的职责做应该做的 我去亲近神 将从神我做应该做的 神就会供应我需要 赐给我这份工 赐给我 赐给我一切 就是说一切有的 不是我赚回来的 而是神赐给我的礼物 就是我有的一切 都是神所赐的礼物 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力量去继续行神的路 神一定会祝福我的 跟着呢 人就会容易有健康 有体力 就是说呢 他整个人会更加开心 更加有力量去做不同的事 还有呢 他有工作的能力 有工作的智慧 智慧是从神而来的 我感谢神 神是教我 在我初做牧师的时候 我很多时候不懂得如何去帮助人 在生活上如何应用圣经的教导 如何处理情绪 如何处理各种问题 如何发挥生命 如何保守自己所有的一切 神给我的一切 就是有很多 我是不懂得去帮助人的 但是呢 神教我 神一直教我 让我一直提升 我记得我曾经在一个教会师父 那个牧师跟我说 他说呢 其实我现在很低沉 我有忧屈 当时呢 我回答他 我说 我都不懂得处理这件事 就是我不懂得处理他的问题 我自己来说 我不是有忧屈 但是我不懂得帮他 或者我觉得他是主任牧师 很难以我的身份去帮他 那时候我只是说 我不懂得处理这件事 就是不懂得去 我又不是用帮助 我只是说我不懂得处理这件事 那他就没有再和我说这件事 那这个其实都是 就是当时我未懂得 但是如果今天呢 有人和我说 无论他是谁都好 我都会说 亲近神 神一定会欢喜的 神一定会加力量给我们 以及我们处理生命 什么问题都好 神都一定帮我们处理 我们可以怎么放下垃圾 有什么负面的东西 一些压力 当时来说 因为他的教会是难于增长 所以他就觉得很难 所以他就有压力 那如果是今天来说 我就说 你做了应份做的人 所求于管家是要他有忠心 他忠心的时候 神就会起 所以你忠心 你就不需要介意 人的人数 反而你依靠神 神一定会祝福 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 求神给我们这个工作能力 智慧聪明 和经济 和美好的友谊 和美好的婚姻 或者是独身 有些人很难接受 要独身 我接受不了 但其实可以有美好的人际关系 有些人是有婚姻的 有些人是单身的 都可以享受生命的 和神给我们恩赐 智慧 事逢的机会 我们有事逢的机会 是礼物来的 我们不要随意失去的 和生命的提升 和发挥 和永恒的赏赐 和今生的祝福 何主帮助我们 诗篇十六篇 真是非常美好的 我们记实就是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所有好处都是从你以来的 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而我将耶华常摆在我面前 我就不自遥动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肉身也要安然 居住很多很多礼物 而神给我们的产业 是非常美好的 因为当我们信靠神 亲近神的时候 这个产业非常美好的 求主祝福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求主加力给我们 叫我们专心仰望神 专心亲近神 回去看这篇 诗篇十六篇 思想里面的说话 而今天我们 最主要的一句说话 就是说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和我所得的 你去保持守 亲爱天父 我们多谢你 多谢你 因为你将很多礼物 赐给我们 你用成良给我们的地界 坐落在佳命之处 你将很多礼物赐给我们 我们的产业实在美好 多谢天父 求主帮助我们感恩 我们感恩的时候 这个都是我们嘴唇的礼物 献上给神 神喜悦的 我们以神为乐 我们就欢喜快乐 神啊 你将这么多好东西给我 我就欢喜快乐 我就开开心心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神你真美好 神你真美善 我专心仰望你 神一定祝福的 我们就全心仰望神 以靠神 感激神 尊神为大 以神为乐 多谢天父 求主帮助我们 清理我们的垃圾 不要被魔鬼留地 不要被魔鬼偷窃 杀害毁坏 而我们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神你会持守的 保守的 我们就专心仰望你 将整个生命交给你 求主私恩祝福 兼顾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 加力量给我们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哈利路亚 要归给主祢 祈祷奉主耶稣 生命 哈门 请接受主的祝福 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聖灵的感动 尝与我们每一个同在 求我们专心仰望神 感激神 时时感激神 我所有的 我的好处 不在你以外 全部都是神那里得来的 而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神给我们 有满足的喜乐 有永远的福乐 是永远跟着我们的 当我们信靠亲近神的时候 我将耶和尚放在我面前 我们的心就欢喜快乐 我们的肉身也安然 祝福我们从今次到永远 阿门 好 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